大家好,我是陳麗婷,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,一起來關心天氣 現在各地的天氣狀態都很舒適溫暖,但是下半天開始就要變天了 今天白天的時候,北台灣地區高溫還是有21-23度 至於中部跟花蓮、台東則是24-26度,感受偏涼 南部地區則依舊有30-31度的高溫出現,感覺上有一點點熱 而上半天的降雨狀況,其實只有台北山區以及東半部地區恆春半島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是到了下半天,隨著封面逐漸接近帶來水氣 整個北台灣會轉為有局部短暫鎮雨的天氣形態 而東半部地區雨勢也會增加,到了明天水氣又會更多了 因為受到華南與雨區東移的關係,全台灣各地都會降雨 但還是以北台灣地區整體的降雨比較明顯一些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甚至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狀況 而其實今天下半天開始,天氣就會漸漸的轉冷 但是到了明天感受才會比較明顯一點 尤其因為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報導的影響 北台灣地區白天高溫會下跌個10度 只剩下11-15度左右 甚至入夜之後,局部地區也會降到10度以下 一路要到週日的時候,整個冷氣團減弱了 各地的溫度才會逐步的回升 甚至到下個禮拜二,各地的高溫又能來到30度 但緊戒至隔天,又有一波冷空氣報導 所以又要變天轉涼,北台灣地區再度降到20度的高溫以下了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,一塊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基隆16-20度 台北新北18-23度中間 桃園16-20度,新竹16-20度 苗栗17-21度,下半天開始可能會有局部的降遠 中部地區台中21-26度,彰化20-25度 南投雲林嘉義落在22-27度中間 是多冰稻情的天氣形態,不過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點 南部地區台南23-27度,高雄25-28度,屏東27-31度 下半天開始山區可能也會有零星降雨 東半部地區宜蘭20-24度,花蓮21-25度,台東23-26度 整天都會有降雨出現 外島地區蓮漿11-15度,金門16-20度,澎湖18-22度 一樣也是下半天會出現一些短暫陣雨 最後小滴您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上半天都還算是穩定的天氣形態 但是下半天開始受到封面通過 加上冷氣團報導的關係 各地會轉雨而且也會轉涼 最近天氣形態有點像雲梢飛車是高高低低的 提醒高風險族群務必要多加留意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